青柚鼻烟壶 青花八宝万福如意瓷砖 青花缠枝莲纹瓷绣墩 5月10日 记者从圆明园管理处获悉 即日起 六件官窑精品瓷器的修复过程将对公众开放 团队可预约参观 当天下午 中兴社记者在圆明园看到 成百上千片文物碎片被整齐码放在地面上 现场有文物修复师正在对其进行分解和拼接工作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我们是一部分碎片的进行展示 我们现在后面的同志正在对它进行一个二次的拼接 就是对相同的文式的右色的器物进行简单的拼接 这是所有工作的一个基础 也是耗费时间最长 最麻烦的一项工作 据介绍 目前有六件精品瓷器正在修复中 分别是一件青柚鼻烟壶 两件青花八宝万符如意瓷砖 一件康熙青花龙纹碗 一件康熙红柚碗 以及一件青花缠枝莲纹瓷锈墩 这个地砖拿过来的时候有好多文式是缺损的 然后我现在呢主要就是把这些缺损的文式给它绘画出来 按照它原来这个文式的这个线的这个走势 然后来进行对它一个描绘 文式绘画完之后呢我们会再进行一次上诱 然后上完诱之后然后再进行做旧处理吧 我现在呢修复的这件器物呢是清代的秀墩 然后呢它这个缺失比较严重 出动的时候呢 一般它睡了123斤 小块一小块的 然后呢经过我们拼接之后 经过我们拼接之后 这个大体的形状已经出来了 你看我刚刚把这个拼接完 就是下一步呢我就开始打磨 把它磨得跟这个基本上是一样平的 然后呢把这个缺失的地方再补一补 这个后面的话就好这个做颜色 据悉六件官窑器物均破损缺失严重 其中鼻烟壶断裂有充现 两件瓷砖断裂右面多处充现 瓷碗严重破碎 红柚碗破碎并有多处缺损 绣墩碎成130余块碎片并有多处残缺 文物修复师经过分解 清理 粘接 补配 找瓶 做色 绘纹饰 上诱 做效果 拍照归档 形成工作日志及评审等步骤 将破碎的文物修复完好 第一期呢我们选择了六件 有瓷砖 有这个绣墩 有碗 有鼻眼壶 气形很丰富 而且呢很多都是官窑器物 比如大家也可以看到 上面写着圆形的圆圈里有 大清康新年制的这种楷书款 这六件瓷器呢 大概在五月底就能修复完成 修复完成后我们会在合适的时间 公开对外展出 圆明园曾被称为万圆之圆 不仅有许多雄伟建筑 还收藏有大量珍贵文物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细节圆明园 万千文物复之一具 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推进 圆明园一址内出土大量文物碎片 仅瓷器碎片就高达10万片 近期圆明园推出修复1860项目 将持续修复出土文物 未来修复完成的文物 还将通过3D扫描 收入圆明园线上数字博物馆 游客可在圆明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观看 未来修复